非洲唯一的女国家元首毛里求斯的总统法基姆 卷入财务丑闻 周五宣布辞职 他的代表律师表示 法基姆是以国家利益为重 才选择辞职 否认任何指控 现年58岁的法基姆 是毛里求斯第六任总统 执政近三年 他被指控使用非政府组织 行星地球研究所的公务信用卡 做个人消费 2016年9月买了一台笔记型电脑 10到12月买了衣服鞋子和珠宝 总共刷了26000块美元 事件曝光后 法基姆归还相关款项 并表示他是不小心将公务用卡 和自己的信用卡搞混 才会刷错了卡 强调自己是无心之过 法基姆出任总统前 是毛里求斯著名的生物科学家 2015年担任行星地球研究所的董事 根据法新社报导 法基姆下台并不完全是因为受到信用卡丑闻影响 他与安格拉富豪 阿尔瓦洛 索布里尼奥交往甚密 2017年索布里尼奥获准在毛里求斯 开设投资银行 引发外界对法基姆寻思的指控 当时迫于反对党压力 法基姆不得不辞掉董事一职 而索布里尼奥是行星地球研究所的赞助人之一 瑞士和葡萄牙当局也正调查 他是否涉嫌诈欺 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表示 以同意法基姆正式离职的日期 他下周参加毛里求斯独立50周年庆祝活动后 便会下台 不过反对党扬言 如果法基姆不下台 他们就会杯葛独立庆祝活动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凯婷整理报道 Deixa我们来看看 回事 多得跟 besch个人 不关心 常传 别失敗